告别是助记顶上无毛不敢见客,竟喷鞋油遮秃头。 言松了因为秃头因爆焦虑,竟要女儿帮她喷鞋油遮秃头。 图彩昌国际多媒体,2018年3月1日。 并被誉为日版父后7日与花甲男孩转大人的电影《跟爷爷说再见》。 全片以不平凡的视角,将东方家庭常见的男姐习题刻画的极为写实,而言松了。 光时言在片中饰演一对帮父亲送中的兄弟,不仅一边为父亲守灵,躺在父亲的遗体旁对父亲说话,一边又因为理念不同开始上演全无行,让家人们看笑话,简直就如同许多家庭常见的景象。 但逗趣的是,言松了片中担任告别式主记,却因为顶上无毛引发极大焦虑,结果竟开始突发奇想,强迫自己女儿往她头上喷黑色鞋油,试图遮人耳目,也让观众看得观耳又嘖嘖称奇。 本片虽然以死亡为故事起点,但全片调性偏向喜剧,编导聪明加入许多引人发掘的桥段,尤其片中有言松了,光时言饰演的兄弟当,因为要为父亲送中再度相聚,没想到兄弟两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,让家人们苦恼不已。 这也让观赏这两位加起来超过120岁的男性大打出手,意外成为观影时的乐趣之一。 严松了,左,宇光时言在片中大打出手,让家人看笑话。 图彩唱国际多媒体。 2018年3月1日。 片中饰演两人妹妹的水野美姬也表示,光时先生与严苏先生饰演的两位哥哥,在片中真是心胸狭窄,是拥有许多缺点的角色,一天到懒吵架。 尤其在拍吵架戏码的时候,两人都非常认真在吵,但从旁人看来,却会让人不惊观耳,甚至带点喜感。 而在全片最长大哭小叫的严松了也笑说,我在片中身为长男,必须引领家人,但我自己本身却是家中老妈,不太会去负责推动家人。 以这层意义来说,我认为自己尝试了很不一样的角色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严松了在片中不仅大呼小叫,跟弟弟一言不合就打架,更因为自己顶上五毛做出许多荒唐事而大闹笑话。 他在片中身为告别式主计,必须抛头露面接待宾客,却因为自己秃头而焦虑不已,结果竟然突发奇想,拿起黑色鞋油要自己的女儿往他头上狂喷,吓得女儿一脸嫌恶,却还是要帮他喷好喷满,成果也让他相当满意,但没想到他却聪明反备聪明物。 喷好喷满了鞋油,竟在告别式当下产生让人爆笑不已的变化,值得观众进戏院一探究竟。 跟爷爷说再见3月9日在台上映。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ạpe羽毛。 请 Stud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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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udy